合格的减脂早餐要吃4样,这是鞋和专家说的 大家好,我是甜心妈,早餐是减肥的关键 吃对早餐很容易瘦,我从140斤瘦到98斤,只因为吃对了早餐 首先早餐一定要多吃点,一天都不觉得饿 防止过量饮食,我就是这样,只要是一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先吃饱再说,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所以减肥不要让自己处在饥饿的状态,很容易崩的 早餐和午餐一定要让自己吃的满足 这期视频是专门做给我减肥三群的一位粉丝朋友的 我给大家看看他的留言 早上一盒纯牛奶加鸡蛋一个,中午乔闷面一份 晚上西红柿黑木耳汤,基本上都是这样,为啥不瘦啊 我们先不说这位朋友的午餐和晚餐 我们只说他的早餐,他只用到了一个鸡蛋,一杯牛奶 首先我们早餐是需要有四大营养素的,他缺少主食和维生素 他的早餐只吃了牛奶和鸡蛋,补充了蛋白质,鸡肉是不会流失的 但是没有主食,比如说玉米、粗粮、土食 蛋白质就会在我们的体内产生糖一升 我们还要吃适量的维生素,比如说青菜或者是水果 主食才可以糖代谢 维生素有了,我们还要吃脂肪,如果没有脂肪,维生素在我们体内很难让我们吸收利用 这样的减脂早餐才是合格的,它们环环相扣 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强的饱腹感 比如平时我们吃饭,你只吃饭不吃菜,一会儿呢就饿了 又吃菜又吃饭,才让我们有很强的饱腹感 人呢也处在很精神的状态 所以早餐四大营养素呢是缺一不可的 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朋友只要一说想减肥 早餐呢就只吃一个鸡蛋,喝点奶 觉得这就是减脂餐了 这样呢是不对的,你这属于节食,不是减脂餐 今天是我们减肥打卡的第二天 为了给朋友们加油打气 大家看看一二三四群朋友们的掉秤成绩吧 视频的后面呢就是我们三餐的分享 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可好了 每当收到这样的留言,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这位朋友说身高1米58,以前是142斤 跟着新妈学习瘦到115斤了 想瘦到105斤左右,加油 是一胖体质,从来没这么瘦过 还有这位朋友,我原来154斤 跟你吃减脂餐到现在135.5 可是我年龄大,代谢慢 但是我有信心可以减到120,一定会的 还有这位朋友,昨天长了六料 今天又掉下来一斤 今天是173.2 从192到现在掉了18.8斤 恭喜朋友们 美好的一天,从愉快的早餐开始 主食呢是冰面包 固体蛋白是一个鸡蛋 液体蛋白是豆浆 维生素的补充呢是火龙果 优质油脂的补充是两个巧克力 早餐的四大营养素已经取完了朋友们 我们午餐见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有芹菜 圆葱还有青虾 还有青虾 幸福的剪子午餐就好了 主食是半根玉米 虾仁炒芹菜还有圆葱 太好吃了 朋友们一定要这么尝试一下 我们晚上见 晚餐吃个鸡肉卷 明天见 朋友们